在山西永济市,提林黄河东岸有十几万亩摊土地,以前当地村民都以种植玉米、小麦、药材等等为主。 近几年,有外地商贩看到了这里的沙土地,特别是和铁棍山药的生长,他们从这片摊土看到了商机,来这里承包摊地种植山药,当地农民看到种山药的收入可观,也纷纷加入种植山药的行列,山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。 赵荣强老师授权,由于山药的生长特性,每种一年就要先六年,这对土地的影响相当的大。 由于种植山药时,需要把土地深阿勾一。二比一。五米,土壤松动过大,对来年种植其他农作物非常不利。 但山药的经济效益还是很不错的,所以,土地的承包价格的一路飙升,从两三年前的每亩价格一百多元,上涨到如今的每亩千元。 山药的投资成本很高,据当地农民讲,每亩地的投资有鸡羹、人工、农药、化水等等,合起来至少要达到五千元以上,如果收购价格不理想,对种植户来说,风险还是相当大的。 土围种植户顾的农民在种植山药,这种自行车你捡过吗? 土围农民正在把山药种子放在开挖好的沟里,坑的深度最先有益。 五米,以便山药往下生长。 山药收获以后,地下土壤非常松软,以至于灌溉时特别废水,有农民说,种完山药的地在浇灌时,费用比一般土地要高几倍。 这是放好等待掩埋的山药种子,为了防止病虫害,山药子上还要拌上大量的防虫药。 放上山药子的坑封毫土以后成为笼状,还要插上竹竿,用以沿岛地面上的山药株向上生长。 土中的大姐姓豪,去年她种了九十亩花生,其中七十亩是承包地,去年除去开支,赚了几万元,今年地价高投资大,她把承包得得退了。 把自己家的二十亩地种上山药,期待今年能有个好收成。 这是好大姐雇佣的农民,正在给她家的地笼上插竹竿,好大姐说,现在人工工资每天在八十元左右,当天结算。 小编看到离好大姐不远的地里有几个村民在干活,就上前了解情况,他们说没敢种植山药,而是种上了桃树,在没挂过之前,在地里套种了菊花,这样做持久的种植计划,收入相对会稳定一些。 好大姐说,山药从下种到收获,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鸡羹,化肥等费用,种植时挖坑是零。 五元米,收获时要一。 两元米,收购价格全靠市场决定,自己的地,即使航行不好,也不会赔多少,而去年有个人承包了不少地,因为管理的原因,几十亩地一分都没收,赔了几十万元,这样的风险它是无法承受的。 他希望今年的收购行情能好一些。